我们的教室里走 我完全好朋友终于找到了我们的教室 其实都是这种 就是你知道看不到电头的楼 完全我进到教室就发现 哎一个人没有 就是我现在在这鞋子看似有一门 外面就是先生的心念 就觉得黄如格式啊 Muster就这么来了 而这几个教室真的很像个迷宫 你真的会丢失在这个里面 但这里却是Office of Dirichester Office of Principal的地方 出来了 大门的那一刻就觉得 哎世界真美好还能走出去你知道吗 越克是多好啊 你就说还有个小机器人 人家在开学第一天的人数感觉就赶上 越克的那orientation的感觉 好多人真的好多人 就是一个上学一小部分你知道吗 就多少个人去如期的呢 都能遇到一个特别好的同学 给这个小姐姐干杯 想想真的觉得就是 你跟一个学生在唠课的时候 那种感觉作为TA的状态 真的挺难讲的 那这个眼毛太小了 他都没有办法focus 但是这是我最后一个小眼毛 哎 拜拜 就不属于你你知道吗 还站着离远看好像叉象腿 而且他又不能focus 好吧 这家生蚝的话这边都是PEI的 可惜我没吃到 这一块钱一个 反正这个就是说产生猪的东西 虽然地方应该这个被人拿走了 反正这个的话是那个就是西海岸的生蚝 看看哪个好吃哈 这个的话呢就是那个普通的这个一块钱一个的 我觉得这类的好吃就是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生味 我觉得基本上就属于那种非常正常的生蚝 而这个西海岸的话呢 生蚝味明显更重一点 也更鲜一点的那种感觉 那就看你了 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吃生蚝 我看那就这个 喜欢吃生蚝味就好像这个 一个就是Seabreece的鱼 在里面 想录一下我第一周的感受吧 第一周就是怎么说 实际上第一周过就很快 就是就是你跟不同的老师就是上完一点课 完就很快就过去了 完就还没来开始relyse 就觉得这第一周上学就上完了那种感觉 完之后有的老师就是能看出来第一面就觉得不错 有的老师第一面就觉得可能跟不上 就这种感觉比较强烈 所以呀反正就是有一丢丢担心 一丢丢期待了 还有我的课还没来得及上 所以就是等可能下周就是才能完成 所以我一周的就是至少每个老师都打过一个照面 所以呀就期待一下下一周吧 那是紧张 希望就是多好吧 对就这个感受完之后 希望大家这周加油之后 我们下周见 拜拜